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 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 我相信大家即使不感兴趣 这个词一定也已经听到过很多次了 反正在新兴市场国家被人骂得一塌糊涂 对不对 整天被人骂得一塌糊涂 他为什么还要做呢 量化宽松 有多少人知道量化宽松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 就是多发货币 就是把货币供应量增加 它的实际的简单的机制是这样的 它其实也不是说印钱 我们通俗的说法是印钱 它实际上是在美联储 在证券市场的账户上给它充值 实际上就是个数字 对不对 因为它不需要一麻袋一麻袋的美元运过去 它只是做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给增加6000亿美金 这个6000亿美金可以干什么 来买美国政府的国债 美联储来买美国政府的国债 大家想一想 直接的结果是什么 有谁知道 很多人都说 但是我都没听见 没有人告诉我 这个很简单的 就像买青菜一样的嘛 对不对 美联储一买青菜 青菜价格怎么样 青菜价格就上去了 青菜价格上去了 当然青菜是没有利率的了 对吧 没有收益率的了 这个 但是国债的价格上去了 国债的收益率就下来了 美联储为什么要这么做 可能有各种原因 第一个原因 很多人说 因为这个银行不贷款 银行不是没钱 但是不贷款 因为是他觉得 有信息不对称 有交易对手风险 有钱他也不贷 那么怎么办 中央银行出来说 我来买这些资产 买了这些资产 企业也好 机构也好 有钱就可以来运作 相当于部分的替代了 金融机构的中介功能 第一个 第二个 把这个价格抬起来 把这个收益率压下去了 意味着压低了资金的成本 对不对 资金的成本被压低了 当然是有利于 企业的各种经济活动 最简单的 举个例子说 每个企业都有 自己的资产负债表 对吧 就是说 不管是企业也好 个人也好 如果是你借了100块钱 借了100块钱 你每个月都要还利息 对不对 还利息 如果这个利率是10%的话 表明你每年要还10块钱 如果你要还很多钱 那么对企业经济活动的 复苏是不利的 对吧 某一天 这个央行出来说 我来买这些债券 我来不断地买 把市场利率给压低了 从10%压到1% 从10%压到1% 意味着我现在每年 只要还一块钱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即使是 没有新的流动性进来 对企业来说 它的资产负债表 马上就改善了 对吧 它本来每年要还10块钱的债 别的还什么都没干 就这么多的成本 现在只要每年还一块钱 它的经济复苏就比较容易 所以说它是有道理的 再加上第三点 美国起码在去年的时候 大家觉得是一个通缩的风险 那么美联储的量化宽松 可能就有很重要的 这个一个功能在这里头 从美国的角度来说 现在大家都有很多批评 量化宽松 量化宽松最大的批评 首先就美国来说 一般来说 你这个量化宽松本身 对于刺激经济增长 效果不明显 效果不明显是 大家看 日本 日本央行 从2003年到2006年 一直是执行 这个量化宽松的政策 刺激经济了吗 没有刺激起来 没有刺激起来 那么很多人批评说 美国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但是没有刺激起来 可能有一个没想到的问题 也许是阻止了经济的下滑 如果能阻止下滑 那也是了不起的这个贡献 对不对 刺激经济本身就不容易 但是它确实对于说 刺激经济增长 支持复苏不容易 但是对这个量化宽松政策 最大的批评 其实还不是对国内经济的影响 是因为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说 央行 人民银行发了很多钱 人民银行发了很多钱 我们国内经济学家 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对吧 但是并没有听到太多的 外国的这个官员 或者经济学家说 说中国人民银行 太不负责任了 货币发行这么多 当然其实也不是 中国人民银行 商业银行把这个贷款 贷得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最后流动性翻了 一个根本 美元和人民币的 一个根本性的差别在哪 人民币是来来回回的 都在国内赚 对吧 通胀上来了 都是我们中国的通胀 美元是国际货币 美联储一发货币 有一大半都不一定留在美国 都到了世界各地去了 那么这个对于大家来说 是有很重要的这个影响 大家都担心 好了 这个你的这个钱一发多 我们都跟着通胀了 对吧 大宗商品 我们刚才已经说了 黄金价格上去了 那我们跟着受罪啊 还有很多其他的产品 都上来了 然后你想 美国钱一发多 如果你持有很多美元 你愿意把它投到哪 什么地方 新兴市场国家 就是大家听说过没有 套息交易 没听说过 前面有几个听说过 套息交易的意思就是 你这一个国家借钱 到另外一个国家去投资 那么借钱的国家 一般来说是利率比较低的国家 投资的国家 一般是利率比较高的国家 利率比较高 实际是说明什么 经济比较好吗 回报比较高吗 对不对 再加上一条 你借钱的国家 最好它的货币 有贬值的趋势 你投资的国家 最好有升值的趋势 这样的话 两个一来回一倒 我今天借了钱 一年以后 我把钱还给他 我今天在美国借了钱 到哪儿投资 到中国投资 到中国投完了之后 一年以后再还掉 假定说借了100美元 一年以后还是还100美元 利率只有1% 是不是一个很合算的投资 我们现在都不知道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 一年以后会多少 大部分人认为 可能还是要升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今天换成人民币 一年以后再换回美元 肯定是一个很合算的交易 套息交易 基本的这个概念就是 那么过去10年 最典型的套息交易的货币 是什么 大家知道吗 日元 日本经济不好 利率很低 所以大家都借了日元 到印尼了 到新西兰了 到这个 到这个 印度做投资 后来经济不好 经济这个 金融危机以来 大家这些国家的风险 很大都回去了 所以现在大家都 拿美元做投资 但是这个 拿美元做投资 意味着 这些新兴市场的 国家的货币 现在大幅度开始升值 因为钱都进来了 对吧 钱进来了 货币就升值了 最担心的是什么 最担心的是 哪一天钱有都回去了 就像我一开始的时候说的 泡沫上去了 他会下来 对吧 钱进来了 他也是总有一天 要出去的吧 他来的目的 不是说就待在你们家了 他来的目的是赚一笔 所以哪一天往回走了 大家听说过 这个东亚危机 金融危机吧 就是很多国际上的钱 度到了泰国 印尼 马来西亚和韩国 相对少一点了 但是三个东南亚国家 到某一天 什么时候走 你还真不知道 有一天 这个索罗斯说 这个国家看上去 有点风险啊 那就是你的灾难 就开始了 前往回忆走 你想一想 外国人首先要跑 到最后跑到什么程度啊 到最后跑到本国人 都不愿意把钱留在国内了 除非你是韩国 韩国人说 你要钱 把它往外去的话 说不定要把你给抓起来 金融危机的时候 有人拿了信用卡 到国外花了很多美元的钱 就被判刑了 所以说这里头 确实有风险 美国执行量化宽松的政策 可能对其他国家有影响 那么这是为什么 我们需要考虑的这个问题 但是它的答案是什么 是美国应该执行 还是不应该执行 我今天没有答案 其实就是 它本身就是一个 很复杂的问题 看你从什么角度来说 如果我是美联储的主席 也许我的决策也差不多 但如果你是人民银行行长 那就对不起了 你的日子相对来说 就比较难过一些 所以我给大家 举了这三个例子 就是我们现在在经济当中 碰到的几个比较热点的问题 这种问题太多了 很多很多 我们以后可以再讨论 我想跟大家说的 我们货币银行学 学什么 不是学让大家怎么赚钱 而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框架 来分析这些问题背后的机制 这种问题是 在设计 大家有一个地方 我没能继续 解锁 有一个地方 几个比较热点的东西 感谢观看